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我是荣荣 第17路就献给了苗栗公馆的芳华园 这个营区是临时起意前一天才决定的 海拔200公尺 路况轻松 部分路段比较狭窄 不过大致上都还算OK 可以抓虾、柴果、小动物 简直是小型的开心农场啊 还可以玩虾、溪流、溜滑梯 非常的有趣 季节对的呢也是赏银跟赏银的最佳营区哦 本集的看点呢是不想说又不得不说的 小孩跟刺银来蒸挑战 他说他已经找到了问题点耶 好咯 希望能如他所愿 这次迎刃而解咯 料理的话呢 我想要挑战用锅子来蒸肉粽 当然影片也会带大家去参观营区哦 好 那收片处呢 继续看看下去咯 喜欢的话记得按赞我们的粉丝团和IG 里面有很多我们的生活日常哦 下来这边呢有一个急转弯 要直接弯进来 某人的车呢底盘太低了 所以他要转很多次 一天一夜冲的晚餐是公馆附近 相当知名的陶芝屋客家风味小馆 爸 你有去看 你哥去看 好 走 就往一边看 真的 哇 哎呦 亲子未遇耶 这是要跟小朋友一起洗的啦 哇 两边耶 一边爸爸帮小孩子洗 一边妈妈帮小孩子洗 就是我 你今天我们等会吃一点 那咱们快点喝 那咱们快点喝 咱们快点喝 他觉得说 是 是 你 就是 fps 每次露營啊,我都沒有辦法睡很晚耶 今天不到六點就起床了耶 就是所謂的擾人病嗎 把睡障整個都打開來 真的是熱爆 這樣通風多了 我在蝦皮心買的蟹蕾史皮革餐巾支架 這樣就可以當天出衛星子啦 我沒有用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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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吃太飽了 在防滑园附近呢 有一个亲子景点 是台湾油矿城列馆 距离这边只有一点多公里 我们现在要带小朋友出去玩啦 Yeah Go 你问一下我们现在要去哪里 西边玩水 西边玩水 兴奋吗 不兴奋 为什么 期待吗 不喜欢玩水 游水 游水 哪儿游水了 所以西边不好玩 那我们不要去西边了 嗯 我们去瞧瞧西边玩水 长什么样子很近 我们走路就可以到了 这个路蛮颠簸的 浅溪到了 但是好像有点浊浊的 这个水质 这里超多青苔的 算了吧 我们还是回露营区去玩水吧 那边有细水池 刚刚西边不能玩水 小朋友就转站来这个游泳池细水啦 好 完成 我现在就带大家去参观营区了 这里就是芳华园的路口 营区内其实很简单 只有分为三区 这里是凉亭区 你好凉亭 可以和好朋友坐在这边聊天 赏景 远方就是厚荣溪啦 营区内又有种一些果树 这个应该是柚子吧 超大一棵的 营区内居然还有免搭帐区 占地其实蛮广的 活动空间很大 这里就是上层区啦 有十二帐的空间 水质先生 营本部 冰箱 淋浴间 是男女共用的哦 营区间还算干净整齐 有提供一张小的桌子 还有吹风机 没有提供乳液和洗发精哦 比较特别的是 这边有一间亲子淋浴间 昨天其实也有带大家看过了 有两个联盆头 后面就是厕所啦 这里面是男厕 后面这里呢 就是女厕啦 区内真的非常多的果树 这里居然有玫瑰花园 这就是小朋友的游戏区啦 游戏水池溜滑梯 还有木制摇移 这边还可以喂鱼哦 池塘里面有好多的小鱼 这边还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咪 超年人的 最后就是要介绍我们的中间区啦 有六丈区 昨晚依旧只有我们两丈野虫 这是营主的家 这里还有沙坑 因为没有小朋友玩 所以营主先暂时把它封起来 提供完沙的工具 他营主的战绩这么多 哇 这有这么多 我再不要喝 需要我们喝了以后 可以精进的 足袖 还有那个诶 猪窩诶 你还没有录不到吗 有有有你看 眼睛出来了 看到他眼睛了 他破勇而出了 这些都是蜜蜂吗 先抓一只就这样跑进去了 等一下 那你要喝喔 你要喝喔 你要喝喔 蛤你想挑战一下 那他会醉吗 那几% 他都自禁服了 那一封那可以吃吗 干杯我会想吃 那个酒味红的 oh my god 真的还有一只在里面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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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 还好 那种就好 真的 这时候这是蜜蜂 但是 虚感是吗 这是比第一个可以做的吗 那我们现在要来煮晚餐啊 我们的晚餐就是用锅子来蒸肉粽 可是呢 我们今天忘了达到了增价 所以呢 我们就集中甚至拿了主办神器的价子 你看 诶 还刚刚好诶 只是还刚刚好诶 太适合了 海满 我就跟三楼闻到婆婆一楼的留 晚餐蒸肉粽完成 乾 你是還是王嗎 說明一下 你覺得 你的問題點出在哪裡嗎 粉太少 粉太少 那你覺得粉要多一點 粉要多一點 還有沒有什麼people跟人家講一下 就是粉多一點 粉多一點 才會恰恰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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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嗎 哇 這粉真的加的有夠多的喔 所以他這一次一定要一次成功 今天有先撤帳的可能耶 我覺得風超大的 他們兩個以為這樣撐住 風就不會灌過來了 這一次可能還會失敗耶 不要不要怪火的問題喔 因為今天東北季風 火一直吹可能都 讓他沒有辦法聚中 你看 覺得你好像有點失望的臉 沒有恰恰 對啊 你看 好 雖然這一集又失敗了呢 可是我還是要來試試一下 隔壁帳篷聽到說又失敗 他又笑了一聲 不知的笑 我覺得其實這次 沒有感覺有到位 但是就是 沒有真的那種恰恰的感覺 可是我覺得 就人家講的啊 為什麼拉正一定要恰恰呢 我覺得這樣子就夠啦 因為外面賣的也不是恰恰的啊 為什麼要堅持恰恰呢 我也不懂 小朋友一早又在這邊踏踏水了 做什麼 採草草 哇 有沒有採過嗎 沒有採過 我們到了荊棘果園 採了幾顆 這個 這兩顆是十顆 你要採黃色的 不要綠色的喔 知道嗎 大豐收 爸爸吃很飽了嗎 我來了 幾多 大豐收 來說說這個營區的優缺點吧 這裡呢 一草一木都維護得很好 看得出營主很用心 還有讓人驚豔的美 整街 還有親子衛浴喔 這邊的草皮空間很大 很適合舉辦大型活動 還有團路 親子設施方面呢 不太多 就是比較偏向小小孩使用的 景致的話呢 大概就是厚隆溪啦 還有連綿不斷的山景 可以看喔 營主呢 也很親力親為 他還會帶小朋友去探險 採果子呢 那大致上就是這些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的錄影紀錄 歡迎大家多多留言給我 你的留言按讚 是我前進的動力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 趕快訂閱起來喔 融融旅遊復名頻道 還要持續更新 喜歡的話 記得按下訂閱 記得開啟小鈴鐺 才能收到新影片喔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